不少的学生会在毕业前系举办解试验 感谢老师的照顾跟教导 不过呢在网路上就有名妈妈表示了 女儿即将高三毕业 收到了同学通知 老师已经订好餐厅 一个人要收费1200 她相当震惊 网友看了直呼离谱 认为向来呢都是学生选好餐厅 请老师 还没有听过呢 到过来是老师先选好餐厅的 不少学生毕业前系会举办解试验 感谢老师的教导 和照顾 但一名家长po文抱怨 高三的女儿即将毕业 今日却收到同学通知 说老师已经订好谢试验餐厅 每个人要缴1200元 让妈妈听了傻眼 怎么会是老师决定菜色 而且一定要办在高级餐厅 老师说法是因为全班同学都会吃 所以不要订太差 饮料部分也由老师请客 谢试验是在心里面 情况真的很多人来说还是很吃力的呢 其他网友看了也觉得根本是近日最夯的流水席翻版 搭上时事梗留言 老师该不会也叫做凯里 太巧了耶 还是要在学校操场办流水席 也有人认为双方达成协议就好 谢试验看重的是心意 要付出多少金额或是由谁决定 如何从中间取得平衡也是很好的课题 记者综合报道